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今天早晨 NBA传来了不少的消息 而将其串在一起 我们不难推测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勇士队会和醍醐完成最终交易 乌布雷会被送走 换来雷迪克 为什么我有这么大把握这样说呢 看看以下的几个理由 你也会相信这笔潜在交易将很有可能最终完成 首先 根据美国知名NBA记者爆料 勇士和替补已经探讨过了关于乌布雷的交易 而在这条新闻之前 啼湖方面已经传出消息 他们将鲍尔以及雷迪克放上货架 之所以将这两个后卫球员放上货架 首先是因为鲍尔和雷迪克本赛季的状态 均不如预期 这也导致了提湖队的战绩不佳 而他们的存在也影响了队内年轻球员刘易斯 以及亚历山大沃克等后卫的发展空间 而如果将他们或者他们之中的其中一个交易中换来封现位置的乌布雷 那么刘易斯和亚历山大沃克这两位年轻球员 将能够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奥尔本赛季场均得到12.0分 进攻效率却还是未能迎来提高 赛季至今38.9%的命中率 以及29.1%的三分命中率 甚至比起前两个赛季还有了不小的下滑 提湖显然没有 耐心继续刮着这张陈旧的彩票 尤其是在队内的英格拉姆以及西安 正在成为全明星以及以上级别的球员 这是他们提高战绩重返季后赛的好机会 本赛季雷迪克在进攻端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 以往的看家本是精准的三分球 本赛季至今仅有30.0% 但雷迪克的准度还是在线的 他本赛季迄今100%的罚球命中率很能说明问题 而且如果能够在勇士体系中 相信他会获得大量良好的出手机会 手感回暖是大概率的事情 第四个理由是乌布雷和雷迪克的薪资大致匹配 乌布雷本赛季的薪资为1442万 雷迪克的年薪则为1292万美元 大致匹配的薪资也让他们的互换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之前的比赛中 由于乌布雷的三分命中率仅有21% 相当于头五个三分球才能进一个 如此低的三分命中率 也让对手肆无忌惮地包加酷吏 于是当乌布雷在场时 勇士的进攻陷入了停滞 数据显示 在他上场的477分钟 勇士的进攻效率仅有103.1 这是于南级别的数据 而当他下场勇士的进攻效率则来到了117.2 反差如此之大 判若两支球队 如果交易能够成型 库里就不用每场都面临着被对手包加的困境了 毕竟职业生涯 三分命中率 高达41.4%的雷迪克 站在三分线外 我就不信 会有人无视他 而即便在此前的比赛里经常遭遇对手的包加 但库里还是能够交出职业生涯第二高的场均 28.4分 以及6.0助攻 5.5篮板 这笔交易很有可能让库里在数据上进一步进化 如果最终能够带领勇士打入西部上半区 那么库里将很有可能夺得他的第三个MVP 所以称这笔潜在交易 是影响库里能否得到MVP的交易 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说法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